为了感谢市民诚实纳税支持政府的各项建设 当时政府地方税务局每年都会举办音乐会来回馈大众 今年的活动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 以交响乐团结合歌手演唱的模式精彩可齐 至于这入场券只要凭发票就可以兑换了 也邀请市民在欣赏音乐之余还能够发挥爱心做公益 众人将香槟倒入冰雕税务节音乐会字体马上浮现 也宣示活动正式开跑 为了感谢市民诚实纳税支持市政建设所举办的活动 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每年都会举办税务音乐会 我想我们税务节应该不是只是税务节 不是税务的节应该是全民的节 对不对 其实台湖市我们的建设都很 很顺利 而且你看我们有很多像歌剧院 像那个我们的快速道路 那这些工程都很顺利 这是表示说我们的市民都很诚实纳税 对 所以照顾了我们社会 这要在这边感谢我们前里的市民 这么诚实 优扬的乐音搭配精湛的舞蹈 今年以交响乐团结合歌手演唱为主题 邀请到台中市交响乐团 还有台中在地的如临舞蹈团 及多位知名歌手同台演出 希望带给市民视觉与听觉的双重饗宴 今年一度的税务节又要来了 那我们特别精心规划了这样子的活动 邀请市民来跟我们一起来 共同度这个税务节 那我们今年呢 为了让多一点市民来参加 所以我们特别选择了圆满户外聚场 因为它可以容纳五千人以上 那所以可以邀请多一点市民来一起跟我们同乐 另外呢 我们在节目的安排 刚才也 秘书长也有讲了 就是有包含 民歌 还有交响乐跟舞蹈团 让大家呢 可以享受视觉跟听觉的双重的艳想 音乐会27号晚上在台中圆满户外聚场举办 17号以前都可以凭发票兑换入场券 所兑换的发票 也将全数捐给社福团体 欢迎民众一起来听音乐做公益